好,我们今天要来帮各位复习多项是很重要的三大定理 那这三大定理几乎年年学测都是必考题,包括持考也是 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三大定理什么样子的限制以及它们的特色通通都在复习一遍 因为复习的话速度会很快,所以我们这一块就着重证明了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复习的虚根成双定理 第二个叫做无理根成双,第三个叫做牛顿定理 好,这三大定理分别都有三大限制 好,首先我们先从虚根成双开始看 各位都还记得了,如果给定理一个多项是F5XX 那当然各位一定早就知道这个限制是要填什么的 答案我就写在这里 原来虚根成双定理要限十系数 不是十系数的话,没有办法做 。好,如果你国是一个十系数多项A方程式 那么这个F5XX,你的P加QI是它的虚跟其中一个虚跟的话 那麼 P-Qi 也會是 F5 為 K4 等於 0 的另外一個虛根 這個叫做虛根成雙 也就是今天假設 10 係數多項式方程式有一個叫做 2 加 3i 的根 那麼 2 減 3i 也必定就是它的根 因為各位我們不著重證明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 10 係數多項式方程式 虛根成雙是線 它一定要是 10 係數 這樣就 OK 了 好 所以如果它不是 10 係數的話 你就不能用虛根成雙定理 這個如果考多水提醒 各位要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就是 5 里根成雙 好 那首先我們如果要進入 5 里根成雙之前 我想要先跟各位補充一下虛根成雙它的考點 來 既然虛根成雙 所以我們從虛根成雙定理裡面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這個結論叫做 10 係數 我直接用符號來解解 10 係數方程式 而且是 G 次方程式 如果是這樣 10 係數 G 次方程式 如果是這樣 10 係數 G 次方程式 它一定會從虛根成雙得到一個結論 它一定會從虛根成雙得到一個結論 叫做 至少有一個 10 根 但是請記得 這個直線 你是 10 係數方程式 而且你是 G 次方 最高次方是 G 次方 這樣子才可以 一定的喔 因為直接想嘛 你看你是 G 次方 而且虛根成雙 假設今天你是一個 10 係數方程式 你的開頭叫做 2 的 X 三方 加上點點點後面不管它 我們主要是看最前面這一項 好 最大的這一項 它是 G 次方的喔 那 3 次方程式 代表它一定會有 3 個根 這 3 個根到底是 10 根還是虛根 我們並不清楚 所以現在你來看 我已經說了就是 10 係數 G 次方程式 那麼如果假設好了 它有 2 加 3i 這個虛根 那麼你從虛根成雙定理得知 2 減 3i 也是它的根 那再來剩下一個根呢 如果剩下最後那個根 既然是虛根的話 那你就跟虛根成雙矛盾嘛 因為虛根一定成雙啊 你用不成雙 你只剩一個根呢 假如說你隨便給它一個 3 加 4i 哇 那 3 減 4i 是不是它的根 對吧 所以記得 為什麼有辦法推得這個結論 就是因為從虛根成雙 推得了這個結論 那這個結論非常重要 它可以跟開根定理結合一起做來考 那開根定理在下一部影片 會詳細的再幫各位複習 各位只要先知道 由虛根成雙得到這個結論 這樣就OK了 所以剛剛講過的 十係數 G 次方程式 剩下的最後那個根 一定會是一個 10 根 因為虛根必定成雙 這裡就不再繼續囉嗦了 再來我們進到下一個 五里根成雙定理 你看剛剛這邊已經被我寫滿了 所以我把這個擦掉 來 請問五里根成雙它限什麼 首先第一個 記得五里根成雙它限有里係數 你一定要是有里係數方程式 你才是定理 再來第二個 一定要是平方根才會成雙 OK 好 這兩個就稍後幫各位做複習 由里係數平方根才會成雙 例如什麼不是平方根呢 例如這個 根號二的開三四個 這個就不是平方根 平方根的話是指這種 根號二 或者是根號二的四次方 這種 平方根才會成雙 好 那三次方的它是不會成雙的 要記得 好 那再來第三個 牛頓定理 牛頓定理 請問它限什麼呢 這很重要 牛頓定理今年 106 學測也有考 它叫做限整係數 如果你真的會忘記 那你就記一個很奇怪的口訣 叫做牛頓喜歡整人 那你就記起來了 好 牛頓定理 限整係數 一定要是整係數 牛頓定理才是B 好 假設這個F或X 它是屬於整係數多項四方程式 那麼 如果你這個整係數多項四方程式 有一個一次音式叫做AX-B 這樣子一次音式 而且A跟B都是整數 那這樣子的話 這邊的符號就是表示 F或X是整除這個AX-B的 那麼 還有另外一個條件要請定理 就是這個A跟B 它是負值的 例如說 2X-3 3X-5 5X-7 或5X-8 這樣子 好 這就是牛頓定理的要求 第一個 你必須這個整係數一次音式 是要整除F或X 第二個 你的A跟B一定要複值 那麼 你就會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 這個整係數一次音式的A 也就是一次方的那個係數 它會整除這個方程式的0到係數 A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F或X-B 它雖然是屬於整係數 但是我們用上面這個例子來看 上面這個例子很明顯它是降密排列 降密排列 你看 如果依照牛頓定理成立的話 那麼 你的這個A 它就會證除這個領導係數 那麼你的B 也就是這個長數項 它就會證除這個F或X的長數項 OK 這個就是牛頓定理 無理跟成雙定理跟虛跟成雙定理 很快的再幫各位複習影片 那麼你說牛頓定理它到底還有什麼東西呢 後面我們會有影片繼續幫各位講解 那麼現在我還是要提一下 牛頓定理大家最容易搞混的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密定理並不成立 什麼是密定理 例如 我說 如果A整除領導係數 B整除長數項 則 AX-B 它是F或X的一次音式 這樣就錯了 這個密定理是不成立的 那你如果要證明這樣子不成立 請你試試看 把隨便找個根帶進去試試看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哦 原來牛頓定理的逆敘述是不成立的 所以你想要證明這個奇妮曲例子 因為我們這個是學測複習 所以無法講得太深 然後講得太久 這樣子會耽誤各位的複習時間 好 那這個影片就先講解到這裡